上火是一種熱症後群的常見表現 氣候、飲食、作息等因素 都可能導致身體上火 會出現口乾口苦 咽喉腫痛 小便短黃等多種症狀 誓意認為上火 可能是細菌病毒引起的感染所致 自身免疫系統的反應 或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 形成的嚴症反應 如果出現下裂四種上火 就要留心 有可能是癌症出現的精兆 1.眼睛、皮膚、尿液髮黄 當體內膽汁排泄通路瘦了時 會導致緊阻性黃膽出現 皮膚、眼睛以及小便顏色 都會出現異常的髮黄 引起緊阻性黃膽發生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膽度結石 膽管發炎 膽度出血等良性疾病 也可能是膽管癌、 二頭癌、十二指腸乳頭癌 以及黃膽型肝癌等 惡性病症所致 2.口腔繪養長期不遇 14天甚至幾個月都不復原的口腔繪養 一定要警惕是口腔癌所致 口腔內出現癌性繪養 一般位置會在蝕腹、蝕園、隔部或是牙硬等處 繪洪可心可淺 情四周邊緣凸起 中間凹凸不平且質地堅硬的形態 當繪洪所處的組織出現壞死的時候 還可能牽連到下核、頸部出現淋巴結腫大 3.鼻涕大血 瀝患鼻咽癌後 鼻涕大血是比較典型的症狀之一 因為腫瘤發展到一定大小的時候 會摩擦軟臥 導致表面出血 在這種情況下 鼻涕上會沾有血液 值得提醒的是 並不是所有的鼻涕大血 都是鼻咽癌 鼻咽癌的症狀不單一 往往還會有耳鳴、耳背、鼻塞 以及頸部包塊等症狀共同出現 4.聲音絲啞 感冒、咽癌等良性疾病 會引起聲音絲啞 會隨著病情的恢復 很快就會康復 而後癌所致的聲音絲啞 會逐漸加重 後期會逐漸影響到聲音 甚至失聲